长期喝上无量藏泉水最好是入汇 入汇费高达一万元 广告当中提到无量藏泉来自香格里拉 在当地已经享有盛名了 无量藏泉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吗 记者就决定到云南省的香格里拉去 一探究竟 来到香格里拉 记者连连走访了三次家超市 不但没有买到无量藏泉 店主居然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水 甚至在县里面最大的商场 香格里拉县民茂大楼 记者也没有找到 几经周折 记者终于在这家香坛明烟明酒行 看到了三瓶无量藏泉水 据店员介绍 他们是香格里拉唯一的一家经销点 也是从今年五月才开始代理卖这种水的 那香格里拉的老百姓喝无量藏泉 是不是都到这里来买呢 记者花了28元 在这家烟酒店买了一瓶无量藏泉水 根据瓶身上留下的地址 记者经过一百多公里的山路颠簸 来到了香里拉 虎跳峡镇水墨房的 无量藏泉水开发有限公司 浑浊的金沙浆从厂房旁边流过 如果不是厂门口写着 无量藏泉几个字 记者很难把这个规模不大的厂房 与尊贵奢华高品位的 无量藏泉联系在一起 公司的生产负责人 严实不说 无量藏泉水质不错 喝了确实对节酒便秘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其他功效却是宣传的需要 关于广告中限量生产的说法 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也表示 是宣传需要 宣传的时候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限量的 你说有市场是限量限量 在云南香格里拉 无量藏泉水开发有限公司 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 关于水的神奇功效 那么这水为什么会卖得这么贵呢 如果除去种种功效包装 这个水的成本是多少呢 主要是营销成本 它这个是个大颗 现在这一瓶水 如果从咱们厂里边出来 差不多两 你能说百分之五十 差不多的成本也两块 两块多一点 两块多一点 从理论支持到观察报告 这个无量藏权的矿泉水宣传点 还真是五花八门了 记者打算对这些说法 一个个的核实 无量藏权的广告 多次引用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彼得阿格雷的理论 记者在网上进行了一番查询 在2003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名单当中 记者确实看到了彼得阿格雷的名字 可是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